捐起鸽子衬衫的袖子 靠在西边大石头上 浓眉大眼 直勾勾向镜头放电 还有这张俊俏脸蛋 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猜得出这位帅哥是谁吗 对比照揭晓 基隆市长林又昌 这组年轻时的系列帅照 一度在网络疯传 穿金章的照片 更让网友惊呼 说应该可以红豆 日韩粉丝专程搭飞机来台湾应援 促进GDP 还被说根本是台版三浦春马 让林又昌听到害羞又开心 可能是有神势吧 可能刚好那个时候 年轻的时候 那所以刚好大家比对说 觉得跟可能某些人很像 也是有趣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觉得我也会很高兴 因为大家喜欢明星 林又昌不藏私 又找出几张他小时候的帅照 从幼稚园在基隆中正公园远族 从小就很会摆pose 到高二参加航空战斗营 带着墨镜消息 还有高三在母校基隆高中活动中心留影 一双大长腿根本有九头身 最好的压箱宝是这张 那时候很瘦啊 那个超级无敌瘦的 大概那个时候 大概六十五公斤 大学一年纪 天哪 远看是一百八十公分的高帅欧巴 放大近看 这深邃的眼睛 高挺的鼻子 眉宇间 真的和已是日新 三浦春马好相似 林又昌透露 照片在太鲁阁国家公园 做田野调查拍的 因为他的梦想 曾经是保育巡察员 好多的梦想 最后却当上从没想过的市长 看着老照片 林又昌仿佛回到当时的青涩时期 他说唯一不变的是一颗乐观 不怕挑战的心 媒体上的陈崇瀚 几种报道